大家好 我們是編導 編導 我是JD 那今天我們來到高雄 位在六合夜市附近的這個歐洲人 那今天為什麼會來到這邊 因為最近有出一套台灣自己發售這個PT布袋戲 這個一番賞 那我本人這套一番賞是沒有進貨的 所以想說藉由這個機會 來朋友的店給他光顧一下 順便抽看看有沒有機會抽公仔 回去跟各位分享這個開箱 那接著就好我們直接帶達拉康去看看 好 那達拉康現在這一次 就是他這一次的公仔外包裝 他這一次外包裝做得很漂亮 A跟最後 然後他現在抽的話 他很像是統一延期到2月底 啊他那個他是拿什麼東西 為了確保品質 所以如果你抽到圍場 要先拿到這張證書 然後後面才會陸續到貨 好 我們的目標就是 至少要抽個養殖回去開箱 因為這一次這個我不瞭解 所以我那時候沒有進 而且他的P價其實不便宜 一樣帶大家看一下這個籤子 他這個籤子其實設計的跟 正規的有點像 是用這種雙層的方式去做 然後後面就有他的QR Code 先五籌五籌籌 然後最小獎是 然後我自己剛剛已經被背了 然後你背自己套 那個表情就很棒 對不對 抽下來 好 那你我抽一抽 好抽一抽 你有沒有這麼怕 我剛剛出A了 所以現在是A壓倒性的 比較熱門 因為他打指 1比6 6分之1 其他是1比10 第一抽 H賞 他上面是寫中文的 電競滑鼠店 今年時尚小孩 你看剩幾抽 今年時尚小孩 這張是店主自己選 8i賞 文件夾 我會努力的 努力抽小賞 努力抽小賞 不行 一抽三把 抱抱抱跳一下 跳一下 一抽 A賞 第二張 H賞 第三張 G賞 第一次有迴外景 H賞 來 I賞 I賞 G賞 B賞 有啦 B很多人要 B很多人要是不是 這一場就有人要 G賞 H賞 所以他每一款都一支 對 我看他 我抽幾抽 15抽 來 選一張 好 好 從小養成 從小養成 賭博的習慣 這樣不太好 還有一張還有一張 那給我老婆抽 一張 H賞 I賞 我真的是 臭手欸 還是I賞 這個是我女兒選的 啊幹 文件夾 遺傳到爸爸的臭手 吊飾人物 可以可以 就這樣 那如果高雄的朋友好不好 想抽一番賞跟王盒的 可以來這邊 歐洲的玩具店 六盒 公平公正公開 我們有錄影 我剛剛很好啦 如果他真的有什麼問題跟我講 直接打他 踢爆我 踢爆他 他在這邊 好那我們就回棚內 好 那接著我們回到棚內 好就要跟各位開箱 因為我們這邊外景回來太累了 所以我們隔一天 沉澱好心情 再來跟各位做開箱 那首先一樣 看一下這一次整體的獎項配置 他的小賞 跟一番賞一樣 就是小吊飾 然後還有這個 第一次登場的小賞 電竹法鼠店 然後還有這個 今年時尚小店寶 那接著我們一個月開箱 來幫大家看一下裡面的做工怎麼樣 那因為呢這是台灣首次 自己國產的一番賞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對比這個 代理版啊 或是日寶 他們別的國家 推出的一番賞做得怎麼樣 大家可以看到他這一次 整體小吊飾的設計 其實跟一番賞差不多 那角色整體的形象上面 我覺得這個圖片做得還算蠻可愛的 所以這個小吊飾如果是粉絲抽到的話 應該也算蠻開心的 而且順帶一提他在外面 我會寫上大大 這個彎彎的LOGO 這也是為什麼 哈哈哈哈哈哈 你在笑什麼 我哪個表情 我沒有表情 我沒有表情 我非常的喜悅 這也是我這一次 為什麼這一套 特別跑去外面抽的原因 因為我真的很好奇 就是這麼大 然後又有點爭議性的品牌 做出來的一番賞 是不是一樣 會有爭議性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下一個 就是這個 經典時尚 電競滑鼠墊 它不是滑鼠墊喔 它有特別寫喔 經典人物 電競滑鼠墊 所以想必它那個材質 一定會比板的滑鼠墊好一點 不然為什麼要強調電競 對不對 那它整體的尺寸 是12x18公分 那它內容物是可挑款的 總共是4款 皮膚在戲裡面 我少數認識的角色 就是我們這個 我沒破音 我沒破音了 哈哈哈哈 我也嚇到 欸有啦有啦 它這個滑鼠墊 跟我之前買那個羅技的 比較大張的那個電競滑鼠墊 摸起來質感比較像 因為我之前有用過那個 比較廉價的滑鼠墊 它表面的那個顆粒感 摸起來會 我沒有硬講啦 你不要一直笑啦 我說真的啦 我們 我們是 我是很期待 我本來這套是不拍的 你知道嗎 然後很多人 密我 我就想說好啦 難得台灣自己 對不對 推出自己的一番賞 而且它IP選得很好 台灣之光的這個 我當消費者 所以 它這一次整體的這個 材質上面 真的是有比較高級的滑鼠墊 那整體的印刷品質 其實打開之後 其實還蠻不錯的 解析度還不錯 旁邊是用一個燙青的方式 水墨去做出這個 它的名字 那中間就是 角色細偶的簡易 目前啦 我城鄉調查下來 如果是 屁股布袋系的粉絲 跟我年齡層其實蠻接近的 他們都還蠻想要這個滑鼠墊 那接著 就是這個 今年時尚電版 剛剛有沒有鏡頭前面的觀眾 跟我一樣 我小時候有被那個 布袋系的那個聲光效果 還有它背後那個 那個聲音下過 所以我小時候看布袋系 是會做噩夢的 所以它這一次 整體的電版印刷品質 其實還算蠻不錯的 是用一個比較薄的顏色去做它 上面的解析度也很好 可是這個圖片應該真的是還蠻棒的 那跟日版一樣 裡面是用一個霧魅的方法去做它 然後 那以這一次這個電版來說的話 我覺得 欸欸素環真點算了 然後它背面就是 彈無 這樣 不要罵我 我就會怕 我小時候就不敢看 所以以這個電版來說的話 我覺得 至少它這一次推出的款式夠多 一組也是兩個 所以這電版我也給夠 那接著就進入我們重頭戲 公仔開箱的部分 它這一次的外盒 是用這種類似 牛皮紙槍的方式去設計 就用這種水墨風格去呈現 整體的外包裝 我覺得設計上是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這一次抽到的是B賞 這個羅喉 那你看它側面就有印上這種 戰風雲的這個logo 它這一次公仔全部都是雕像 除了A賞之外 BCDEF都是10比1 然後A賞跟尾賞都是6分之1 所以整體上面尺寸是還蠻大的 因為深度解析 所以我們這個開箱的過程 也不會剪掉 你們留啊 這個是用GK的規格去做它 好 打開 它就是用這種方式呈現 其實包裝規格是蠻高的 它包得很用心 可是角色有點小隻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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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 這斷劍 真的假的 哇 GK難免會斷劍 對不對 那它這個斷劍有的更換嗎 台灣的應該要吧 要吧 要吧 如果可以換的話 聯絡我這個IG 好不好 換一下吧 我剛剛就拿出來 它頭就沒來 它頭就直接掉下來 等一下 我再去拿一下藍瓶刀 把它補加 那很好 那首先針對底台的部分我們去看它 其實細節的圓形雕刻上面 我覺得做的實在蠻好的 那種細部的岩石 我也都給它做出來 那白色的地方 點綴在岩石的紋理上面 是還蠻合理的 但是深色的地方 我覺得做的顏色 就有點淺 整體上面那種層次感沒有帶出來 那上面微微還有用這種 土黃色的方式去做出那種沙塵的感覺 所以這個底台我覺得是還算蠻OK的 然後地部的部分 也有做出一些他們這一次聯名的LOGO 那它這一次角色的本體全高含底台 大概是27公分上下 那它這一次有特別強調它是GK 所以它完美的承襲GK的問題 就是我們要有遇到這個斷劍的狀況發生 它這一次呢 羅侯它這個角色是 是比較多鎧甲的角色呈現 平行有論作是真的還算蠻好的 它一些針對像上面 這種金屬的紋理 都把它做出來 鎧甲的顏色群讓我覺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目前看起來這個身體 服裝我是給過的 它這個分色也沒有什麼太多意氣的問題 那它面部表情的還原度的話 因為我個人沒有看過比例不太細 那依我昨天看到的細偶的話 我覺得稍微是有點落差 臉是比較修長一點 那眼睛的比例上也稍微有點奇怪 它的臉應該是沒有這麼尖的 稍微看起來是有點慘 所以臉頭雕也OK 怎麼辦拍到現在好像在業配一樣 我今天不是來業配勒 我是認真的來找茶 認真的來檢視台灣第一次推出一般場的質感是怎樣 可是以目前來說的話 如果一套六支 然後它是用GK的數值鍵的規格 加這個份量來說的話 我覺得好像還OK 我覺得好像還OK 那唯一比較可惜的話 大概就是這個頭髮的細節 它有一些分色的細節上面 稍微還是有點意氣的情況發生 那因為它整隻金光閃閃 所以來到頭髮的地方 其實整體性的那個視覺面積上面 稍微是會覺得有一點點單調 比較值得一彈的是這個 這個剛剛我就有經驗到 就是它背後這個皮膚 真實的那種布料材質去做它 你看我這樣拉它 它是有彈性的 而且它上面有用這種 類似古代前臂的那種亮片去做膚層 它背部整體的上色上也不馬虎 整體有給它做膚 而且它比較酷的地方是 有稍微做出一些 有東西就掉了啦 煩餒 如果它稍微在這個上色上 可以再加一些陰影的話 我覺得整體的質感會來更驚艷 武器的部分它是跟大盒的POP一樣 分件是用尾端的地方去讓你卡在手上 那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我剛剛卡上去的時候 其實它的手密合度是不夠的 所以你武器上去它是會很容易鬆脫 那尾部的這個卡榫我覺得也沒有很緊 但是細節上面它整體的顏色 它不是實色塗上去 它是有點類似噴漆的方式去做 它有些漸層 感覺是用那種刷射的方式做上去 所以整體上面那種翻駁的質感會 所以這武器我覺得也還蠻好的 那最後還是要跟 就是抱怨一下 雖然說我們自己買的GK來講也很常 有遇到這個斷箭的問題 應該我覺得官方要有提供一個 比較良好的配套措施 就是如果像我們這樣開箱的過程度 那遇到像這個 這就斷箭了 那透過斷箭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這應該就是 對它整支很硬喔 沒有任何空心的問題 有時候那個 我就不組了好不好 我就不組了 我就放旁邊 有些店它因為運送的過程中 這種硬直塑膠 儘管防撞座在暈 有可能出場的時候 還是會有斷箭的問題 那各家爭鳴 就有一些會提供一些售後的服務 不論是媒盒的維修師還是怎麼樣 還是要玩家自己去吸收 這個公告都很清楚 那我不知道萬萬有沒有針對 這個地方去做公告 所以在這邊如果有人知道說 遇到這種斷箭的情況發生 要怎麼樣去做售後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幫我們補充一下 或者是萬萬 你有在關注我頻道 我們遇到這個斷箭的部分 所以可能也會有別的消費者遇到 你們可能要注意一下 看售後怎麼處理 對我覺得這很重要 那既然這一次是由 台灣官方自己推出的話 我覺得你應該要吸收 日本一些沒錯好好的地方 那代理板既然可以提供更換的話 你們這樣應該就要有一個 配套措置去跟大家講 因為我們的影片佐證嘛 我們剛剛真的一打開 然後拿出來 打開就自己就掉了 我們也沒有得到幹嘛的喔 所以這個部分 是希望官方可以給一個回復這樣 那接下來就好已經結尾了 那以上就是我們本次 針對這個PZFANX的開箱體驗 那這一次為什麼不同以往的全開箱 是因為我個人呢 不會去搜一些我不懂的IP 所以PZFANX老實講 大家看影片就知道 我會怕所以我不懂 所以那時候我就沒有做進貨 但是因為市面上的討論度 還算蠻不錯的 因為他是台灣自己推出的 所以我就要扮演一個消費者 從我去店家接收到資訊 去拍 去抽 到這整個完整的消費歷程 到我開箱 我都希望呈現給大家看 然後這個部分呢 我個人是給你非常正面的鼓勵 其實坦白說台灣的廠商 他也可以很簡單去可能買 三里歐的授權 或是買動漫的授權 然後的方式去推出這種 GK雕像等級的自正義反賞 但是呢 這一次 灣灣他們選擇的是跟 台灣國產的IP 老師傅PZFD去做聯名 我覺得光這個地方 我就會給予很正面的評價 那種有沒有 推廣台灣的這個 文化的感覺 在文創上面的價值 我覺得就來了好一些 其實細節做真的是還算蠻不錯 那至於臉崩不崩 我覺得開箱公仔到現在 其實很難講 就是這個見仁見智 再來講講缺點 就我所知 他這一次整體販售的流程 從他公告啊 到哪些販售店家 或整個過程上面 我覺得是比較模糊一些的 那他P-Bar的過程中 我是有聽到 就有些人他可能拿入手價格 不太一樣 有些店家可能拿比較便宜 有些拿比較貴 但這樣就會產生在 末端市場的售價上面 幾乎很大 因為這一次他一抽的 價格 是400到500塊做的 所以坦白講 以一版本來講的話 是真的蠻貴的 那以小賞的角度 你要是500塊 抽到那個小賞士的話 應該是蠻難過的啦 那以這一次 整體的開箱體驗來說的話 如果你是喜歡 皮膚仔細的玩家的話 還是可以抽一下 因為畢竟那些小賞 滑鼠店跟電板 不行 滑鼠店跟電板 500真的好貴 幹我真的 我只要想到滑鼠店 滑鼠店可能 還勉強可以 你說電板跟小賞士 是 4500 真的是有點貴啦 好好好 還是給他鼓掌啦好不好 還是給他鼓掌 幹得好 幹得好 大家好 如果小賞你沒有人在賣 你沒有人在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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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怎麼樣 如果你想抽跟我講 你想抽的原因 如果你不想抽 你跟我講不想抽的原因 大家好我們是賓洞 我是JD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